这里是天上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当里 指为龙长为虎 这个龙长虎短是指掌得配 这个运势根基还是不错的 我们从这个手心来看的话 是偏土形长 但是也有一点牧人的影子 有土人的稳重传统 也有牧人的多思善谋 土人的一般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并且富有探索精神 无论是在指掌和事业当中 还是在感情当中 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做事重信与讲诚信 是个典型的一种实干家的手相 包括加上本身掌面偏硬 是偏筋骨质 做事坚韧有益力不服输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利于事业和职场的一种掌心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状态 手指食指还是见缝隙 食指见缝隙是早难于前 财运相对来讲会来的稍晚一些 那么我们从手指的形态来看 无名指尤其的修长 左右手都是如此 是比较传统顾佳的一个人 刚才讲到也是符合土长人的一种特质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小指的状态来看 还算是不错 跟子女缘分还是可以 但是也没有说是到很强的地步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懂得手相的一个看法 他是特意在小指 留一个非常修长的指甲 能够适当的弥补一下 小指偏短的这种劣势 所以我们说手相靠仰 这也是一种改善和后天去仰手相的一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掌丘 掌丘来看金星丘尤其的饱满高龙 金星丘是左右手都是如此 金星丘饱满高龙的铁之家 运势根基非常不错 精力非常的充沛 加上三大主线当中的生命线 尤其的又深又细又长 所以体质还是不错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 金星丘有一些过强 注意有一些重欲望的趋势 切勿沉迷情欲 损耗福报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那么火口火星丘也不弱 这个是非常饱满的 面对一些困难 是迎难而上 有勇气面对挑战 很容易啊 再加上这个脑线伸长 这个加上这个牧人呢 脑线长的人呢 人很聪明 善于谋略啊 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呢 容易在团队当中脱颖而出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那么水星丘呢 到了右手后天会更加饱满高龙一些啊 这个这个三十五岁往后 随着人生和经验的积累啊 处事呢 更加的圆融啊 这个外交手段 包括这个口才和这个沟通能力都慢慢变强啊 人脉也会慢慢的啊 变好一些 贵人运也会更好啊 这个左手先天来讲呢 还是有一些偏内敛一些啊 这是左手的对比 对比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水纸呢 还是比较饱满的啊 这处呢 也是典型的训工正裁位所在啊 这个说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啊 正裁本职工作还是稳定烧起伏 但是先天来讲呢 还是有一些邪文的干扰啊 但是这个邪文呢 没有成型啊 没有成型 如果是再长一点 从生命线初期延伸到终止土星丘 那么这叫千金文啊 代表有从底层崛起 变得富有的这种潜质啊 所以也是目前来看的话 还没有养好啊 是当杂文来看的 咱们来看的话是有一些 迅工见褶皱见杂文啊 先天来讲啊 在这个事业和职场当中呢 还是有一些动荡和阻碍 从刚才讲到的这个 食指剑风系也可以看到这方面呢 食指剑风系早难遇迁啊 这个财运呢 相对来讲呢 至少要等到三十岁往后呢 才能够有突破和进展 我们来看这个文路 文路来看非常不错 三大主线格局开阔 又深又细又长啊 三材文得配运势根基非常的不错 同时呢 这个首相的格局也能够打开啊 这个三大主线呢 格局开阔的人呢 一般呢 这个人生高度可弃 这个人生路走的格外的开阔 从这个左手线天来看的话 初期还是间歇横稳的干扰 横稳和斜稳的干扰啊 这是代表早年运势倒是一般啊 学业受限啊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生命线和脑线啊 在分离处呢 附近呢 见导文啊 这也是脑线为人文 人文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那么两者分离之处 也是出入社会 这个闯荡和 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呢 建一些阻碍和动荡 会交一些学费 但是呢 也是人之常行 是人生经验和能力的积累 那么不久之后呢 这个脑线是恢复常态 恢复常态 不过脑线和生命线呢 这个脑线和这个感线之间 有一条连接线啊 这个是代表呢 比较重视野 有一些忽略感情的意味啊 这是需要多注意的 脑线恢复常态啊 能力提升啊 运势也会慢慢的提升啊 逐渐的适应职场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 留年看 基本上到了20岁左右呢 接一条这个恒文的干扰啊 恒文的干扰 这个恒文的干扰啊 其实也是一种 这个因缘桃花啊 一种这个偏远的干扰的信息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感觉现在有一个导文啊 这个时候呢 也是容易出现这种 偏早恋的这种形式啊 也算不算早恋啊 算是人生经验的啊 这个恋爱的一种积累啊 经验的积累啊 这是第一道情观啊 那么之后呢 这个生命线是越发的粗壮深刻啊 这个整个生命线的形态非常的不错 又有弧度啊 左右手都是如此啊 所以说这个生命力很强啊 而且呢 活力十足啊 精力充沛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运势根基啊 人也是非常聪明啊 能力强啊 那么这种强运的这个阶段呢 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这个生命线啊 这个从流年侃到了后期啊 基本上 从流年侃到了42到45岁左右呢 有一条非常长的上升线啊 这个上升线 一直延伸到终止土星球啊 这个实验 这个是迎来事业的一种高峰期啊 能够在 这个是生命线延伸到终止土星球的支线呢 代表呢 有资产交易获利的一种情况啊 所以这也是代表事业方面的一个高光时刻 事业线也不弱啊 事业线很深刻啊 而且呢 这个非常的深长啊 少杂文干扰啊 所以正裁本职工作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啊 这个在40这条上升线之前啊 这个42到45岁之前呢 也还是有一条横文的干扰啊 这个横文的干扰也是代表事业方面的一个阻碍啊 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事业线呢 还是啊 这个突破了脑线能力观 但是呢 难过感情观啊 所以在感情当中呢 啊 这个有一些坎坷会对事业方面造成一些阻碍啊 包括这个左右手都是如此啊 右手感情线也没有冲破感情观啊 所以这个是需要多注意啊 那么 生命线还是建这个旅行文啊 这个旅行文呢 是代表的出行运势不错 比较适合在外闯荡发展啊 在外安家利益啊 这个从文路来看的话 也是一个格局开阔之人啊 不会说是 做事犹豫不决 闯进十足啊 这个从脑线跟生命线粘贴少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啊 但是呢 不会像川长那样啊 过于的大开大合啊 所以这也是懂得 这个进退有度的一种特点 那么 从这个生命线后期来看的话啊 还是有一些浅淡的 一些分叉线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这个 68到70岁左右的这个阶段呢 见一些生命力的减弱啊 这个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疾病的侵入啊 需要多注意保养 那么之后呢 过了这个坎坷 生命线尾端还是不错啊 这个晚年可享高兽 我们注意到 从生命线来看的话 有一条这个啊 从这个事业线来看呢 还有一条从月球而来的 这种帮扶纹啊 帮扶纹 因为事业线 在中期遇到瓶颈之后呢 会见贵人帮扶 特别是到右手后天 太阳线更加的明显 能够在贵人运和人员方面 是不错的一种表现啊 人类的积累 见贵人帮扶 这是 关于财运方面啊 我们能看到这个财运线 还是见一些断续啊 见一些断续 左右手都是如此 比较浅淡啊 所以财运方面是时好时坏 刚才讲到的 实质见缝隙 财运会来的相对晚一些啊 所以需要这个补充财库 把这个财运给催旺起来 也能够进一步的稳住财运 使得晚年呢 这个财库丰能 晚年无忧 好了 整体的手下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